歡迎收看 賈愛男的世界 我是怡靜 來看到第一則新聞是 哈佛小子的林書豪 回到台灣了 這次16號晚間 他是跟歌手 肖靜騰 一塊PK籃球 肖靜騰 他還秀了一下 他的運球技巧 過了林書豪一下 趕快來看看 歡迎地表上面 最會唱歌的男人 肖靜騰 戴著頭戴 白色球衣 老蕭 肖靜騰 今天現身球場 對手來頭可不小 黑色球衣出場就是焦點目光 他就是老蕭今天的對手 NBA部克林籃網隊的後衛林書豪 兩人場上較勁 不手軟 一開始就位就是林書豪 對上肖靜騰 肖靜騰 籃底下出門 老蕭不簡單 運球切入 反手上籃 先吃掉林書豪 回頭這邊想要再敲掉 但這一回哈佛小子 可不讓你這麼輕鬆了 輕鬆切入 兩分擺進 林書豪毫不費力 上去平均在NBA有14.5分 5.1次助攻 功力可不是蓋的 回過頭來又展現防守功夫 九十三分打 六千總數鼓勵 大火鍋賞給肖靜騰 林書豪防守一把招 這邊肖靜騰運球很花俏 讓人目目轉睛 但可惜 來打林書豪 四三比三千 最後還是把球給暈掉了 雖然只是牛刀小事 但兩人能在台灣以球會游 很開心 因為中三人 同學 所有都是最頂尖的球員 在一起打球 我覺得這是我們的人心 因為我主題就是很期待 可以在這裡 拚在一起打籃球 我們兩次見 拚球較勁 不難看出兩人好感情 林書豪 蕭敬騰廠上互動 這一舉一動都是球迷焦點 T月新聞 許鳳雲 榮鵬 藍運銘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周董 周杰倫 最近開拍電影靠譜兄弟 而且還找來了蕭敬騰當男主角 那麼周董就被發現 他怎麼整個人被胖了一圈呢 他說其實是因為跟老婆 一起坐月子吃得太好了 這應該是你首部擔任總監制的電影 壓力非常的大 天王周杰倫再度征戰大螢幕 當起電影靠譜兄弟的總監制 你還要出演嗎 對 有個懸念嘛 你怎麼說對了 你從來再問一遍 你要出演嗎 我想一想 不只監制還要主演 找來蕭敬騰搭檔默契超好 兩人一起出席上海的電影 開拍記者會 但周董戴著墨鏡現身 不是為了耍帥 因為我昨天打籃球撞到 我也不知道這個小伙子 為什麼那麼小伙子 小伙子的狀眼 很激動 你知道嗎 可能沒看過明星模式 不只受傷 之前停工一個月 陪著老婆坐月子 整個人還胖了一圈 不過為了工作依舊出席 感覺好像我在坐月子 沒關係啦 就是工作前面 我已經有一個多月 沒有去工作了 我覺得很放鬆 當然就是老婆吃什麼 我也沒有吃什麼 像這個老校就是 就是我覺得他都一直胖子起來 對啊 我的結果入行到現在 我已經胖子施工 可能是因為你還被坐月子的關係 我不是一個隨便的人 但是我隨便起來 不是人 周杰倫 蕭敬騰都各自有大螢幕作品 這一次攜手演出 想必又會擦出不同火花 TVB的新聞 中配文 林指揮綜合報導 好 不只拍電影 周杰倫最近還參加了 大陸的選秀節目 叫做中國新歌聲 來擔任導師 他跟陳韻信兩個人 第一次同台 在上面就把兩個人的歌曲 改編了一下 變成了 謝謝老班舟 站上中國新歌聲舞台 周杰倫 陳奕迅兩大導師 第一集就要同台飆歌 兩首歌接唱 毫無違和感 還能混在一起唱 演藥歌王不只要唱 陳奕迅還應周杰倫要求 當場秀舞技 把各自歌曲結合成 謝謝老班舟 瞬間讓全場氣氛 嗨到最高點 另外周杰倫還跟納英 合唱陳奕迅的 《因為愛情》 《無謂經意悲傷》 《無謂經意悲傷》 《這一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樣》 《因為愛情》 《簡單的生存》 《依然隨時可以為你瘋狂》 而陳奕迅則是跟另外一位導師 合唱周杰倫的《菊花台》 歌坦兩大天王互相唱對方的歌 也為最新一集的節目製造亮點 譬如別的新聞陳奕迅人生解釋到 我只想給你給你寵愛 這算不算不算愛 我還還還搞不明白 如果你也是TFBOYS的粉絲的話 一定非常喜歡這首歌《寵愛》 最近隊長王俊凱呢 他上節目挑了三位粉絲 跟他一起合唱這首歌 讓很多的王太太看了很吃醋啊 三位粉絲站上歌唱節目舞台 對著TFBOYS的隊長王俊凱 填唱招牌歌寵愛 甜美嗓衣讓現場氣氛超浪漫 三位女孩更要跟王俊凱一起合唱 默契絕佳的表演 觀眾看不過癮 現場加碼第二首歌《術毒》 王俊凱也跳了這位 馬來西亞的女孩林可欣一起合唱 《術毒》是王俊凱首度嘗試作曲的作品 兩人同台合唱聽起來特別和諧 不使對望的畫面超唯美 也難怪粉絲開玩笑說 全民都要吃醋啦 體育BS新聞裝全神警惡的喔 最近有一支MV非常的催淚 他們是台灣的樂團滅火器的最新MV 叫做《長途夜車》 裡頭描述的是台灣的遊子離鄉背景 到國外去尋找自己的舞台的故事 不但有職棒球員 還有旅美便無佳 甚至就連樂團主唱 楊大政的父親 在寮國種咖啡的故事都在裡頭 總是報喜不報憂 光是影片一開頭 這一句話不知道出眾多少身為 遊子他鄉的子女心情 先去澳洲 後來才來紐約 然後那時候覺得 也想證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得到 《滅火器》新歌《長途夜車》 找來吳念珍特別現身 居民導演楊雅哲操刀 記錄目前在美國職棒奮鬥的胡志偉 在紐約當舞者的洪彩熙 以及楊耀文 三個人對仁軒的堅持 我有失敗過 不急喔 腿不好 髮不好 中間不好 被人家忍耐忍 既然你... 你... 你... 你只要站起來 就離開爛泥巴了嘛 為了堅持夢想離家遠去 《滅火器》動人的MV 竟然暗藏彩蛋 怎麼只有你一個人來 不然咧 原來在寮國賣水餃 煮咖啡的楊耀文 就是主唱楊大正的父親 這一首歌 立刻在社群網站上被轉發 臉書已經有83萬人觀看 網友都直呼哭慘了 MV中的眉目畫面 都戳中游子的心聲 TV片新聞 莊佩永林指揮綜合報導 最近有不少歌手跨足戲劇圈 像是盧廣仲 他就因為演出了 《花甲男孩登大廊》之後 人氣暴漲 他的演唱會門票 也都秒殺光了 另外像是歌手 顏爵還有嘎嘎 他們也開始嘗試戲劇 除了提高曝光度 當然也希望可以挑戰 新的風格 盧廣仲拿起吉他 自彈自唱新歌 同時也是他主演的電視劇 《花甲男孩轉大人》的主題曲 自從跨界到電視戲劇圈後 盧廣仲的人氣暴漲 我想問一下廣仲 到底是哭戲比較難 還是吻戲比較難 還是幹癢的戲比較難 說真的是 愛愛情的戲 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只有那個 親密關係恐懼症的人 所以 如果跟異性離太近我不知道 真的啊 就是會怕 私底下也是這樣 除了家人之外的人 我都不太能靠太近 是喔 難怪我看他跟陳啟生 都比大概三條街在聊天 啟生老闆 盧廣仲幽默感提升不少 似乎也演出興趣來 放話希望導演盡量找他演戲 我覺得 其他角色我也滿熱一場吃的 我覺得任何顏值低的角色 我都滿歡迎找我 盧廣仲的電視劇 處女座就交出亮眼成雞丹 讓他成功轉戰戲劇圈發展 但其實和他一樣 從歌手變成戲劇咖的 在演藝圈還真不少 像是和他一起對戲的 盧震嵐 我好像看到我阿公 阿公 阿公不是你過世 他曾經是第四代 男權媽媽的團員 盧震嵐後來因為拍戲 無法跑傷眼 才會把重心放在戲劇圈 而同樣也是首次 演男主角的歌手還有他 可以努力畫嗎 你看你畫什麼爛東西啊 顏絕和嘎嘎轉戰跑道拍戲 企圖轉換形象 從歌壇跨界到影壇 不只能夠讓歌手有新挑戰 同時也可以讓戲劇圈 注入心血 體育別新聞 徐鳳瑋 張立立陽青 愛知志小組 特別報導 花甲雖然已經播出晚節篇了 但是還推出了隱藏版的結局 要來延燒熱度 當然還不只花甲 之前不是還有通靈少女嗎 其實都是用台灣本土的故事 發展出電視短劇 似乎是比偶像劇 更能抓住台灣觀眾的心呢 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 隱藏版結局大跳可愛扭扭舞 而且還是在播完之後公開 要將人氣延燒到最高點 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 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 隱藏版結局大跳可愛扭扭舞 而且還是在播完之後公開 電視劇情和觀眾生活很貼近 尤其是整個大家庭為了爭產 醜態擺出 但有憤怒也有溫度 近期類似夯劇還有 把台灣傳統文化融到 平凡校園中的通靈少女 一樣廣受好評雖然只有六集 但緊湊劇情 加上有共鳴的人物和時代背景 也讓這電視短劇跟著流行 而最近上檔的五味八珍的歲月 找來安心亞主演故事描述50年代 還是家庭主婦的傅培梅 為了擄獲丈夫的胃 開始學廚藝 然後我們用食物的味道去帶出 譬如說某一個菜的味道 你會想到你故鄉一個很重要的人的 那種心情 我忽然發現我學錯菜有了新的意義 雖說是人物故事但更平易近人 相較於過去偶像劇集結大咖明星 演富二代或苦命女主角 愛來愛去結局又藕斷絲連 一拖就是好幾十集 反觀短則六集長則十多集的電視短劇 用本土故事和緊湊劇情 見好就收讓觀眾意猶未盡 也成為近期華劇 最流行的人氣模式 TV變訊王國玲 鄭一祥才被報導 接下來就是農曆七月鬼門開 又有鬼片要上映了 雖然不能看 但是還要介紹大家的就是 紅衣小女孩2 這一次導演陳偉豪說 他們裡面的紅衣小女孩 非常的有魅力 堪稱是冥界的蔡依林 昨天是我在你下山 你記得你為什麼會在山上的醫院嗎 是我身上的醫院 繪圍兩年 紅衣小女孩捲土重來 要揭開這一集的謎團 徐瑞寧大指度犧牲 剃掉半邊眉毛 還要嘗試三種可怕造型 她自己提說可以剃眉毛這件事情 我一直覺得臉部的哪一個地方 好像太過於正常 然後後來突然間腦海裡面 就有靈光一線 覺得哈利波特的佛地魔 她因為沒有眉毛 所以看得特別奇怪 然後想說佛地魔滿適合我 記者會上號稱是女神的復仇 導演陳偉豪 不但要被徐瑞寧剃眉 還要嘗試寵寵大餐 她在自己裝嗎 看似可怕的蟲蟲大餐 其實是巧克力跟果凍做的 紅衣小女孩2 這回選在暑假上映 而且還是鬼門開後 芯片超應景 紅衣小女孩 我是聽一個師傅說過 是冥界蔡依林嗎 你昨天跟蔡依林講過嗎 對不起 蔡依林對不起 可以把這整個氣氛 可以跟著那個 那個節慶的感覺一起做出來 把紅衣小女孩 戲稱是冥界蔡依林 瞬間鬥了全場 其實陳偉豪 徐瑞寧已經是三度合作 包括紅衣小女孩 以及目擊者 其中目擊者 還讓徐瑞寧入圍台北電影獎 只可惜空手而回 只是覺得剛好很可惜啊 因為這次 基本上目擊者的戲份 並沒有這麼的多 但我覺得 可以就是看到其他演員的表現 看到他們的成績 也覺得更激勵自己 三度合作默契絕佳 紅衣小女孩第一集 全台票房8500萬 好口碑加持 就看能不能替續集 再創佳基 TBS新聞 莊奇緣申請 熟假看男神搶電影票房 這次蒲旭駿要對上李宗碩 競爭激烈 馬上回來 27歲的韓國男神金宇斌 因為罹患鼻咽癌 正在停工接受治療 不過現在卻爆出 有服飾廠商對他提前解約 大家好 我是金宇斌 韓國男神金宇斌超高人氣 原本代言接不完 但今年5月患上鼻咽癌之後 全面停工接受治療 卻有消息指出 原本由金宇斌擔任代言人的服裝品牌 在得知他得病之後 就立刻要求解除和他的合約關係 根據韓國媒體報導 原本雙方的合約到明年1月才到期 但由於該品牌一直以來 都是以邀請當紅的藝人 來擔任品牌代言人 加上金宇斌患病後 未能出席品牌的宣傳活動 因此決定終止合約關係 但到底是哪一個品牌 目前不得而知 不過依舊有代言等著他 這個建築公司認為他抗癌形象正面 不建議他停工 而跟他續簽代言人合約 就連金宇斌原本計畫拍攝的新片竊聽 導演也願意等他康復歸來 再進行拍攝相當有意氣 而女朋友生敏兒也是不離不棄 陪在金宇斌身邊 安靜低調陪男友到醫院 看得出來兩個人的感情 沒有因為病魔而減損 TVB的新聞中 朋友林指揮綜合報導 今年暑假有不少韓國電影 要在台灣上映 競爭非常的激烈 像是普世俊呢 他跟李宗碩都有最新的 動作電影推出 兩大男神攜手合作 不過在電影裡是敵對關係 張東建飾演韓國國情院的探員 要追捕連環殺人嫌疑犯的 北韓VIP李忠碩 神秘有陰森的微笑 顛覆李忠碩以往在電視劇 暖男的形象 電影預計在韓國8月上映 剛好和另一個韓劇演員打對台 你這樣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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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電影在韓國賣到 5548萬美金 相當於台幣16億8千多萬 冠影人次突破700萬 成為上半年在韓國 票房最好的電影 其次是趙影生和劉俊烈的 金權性內幕 累積票房高達3700多萬美金 相當於台幣11億5000多萬 版權更賣到海外各國 或許這也是片上的形象手法 因為像是送中機的軍艦島 現在談到什麼 台灣粉絲團已經決定包場 瞬間就有100多名影迷參與支持 讓電影還沒上映就有基本票房 靠著韓劇男神的魅力 企圖在當地或海外賣出好成績 紀錄別新聞網國的楊青綜合報導 超人氣韓星池昌旭 他最近拿下了電視劇 演員評價第一名 不過8日份他就要去從軍了 讓很多的粉絲都超捨不得 韓劇奇怪的搭檔 飾演檢察官的 駛昌旭和女主角男智炫 上禮拜演出大結局 口碑人氣都超高 而且這也是駛昌旭 入前最後一部作品 我終於在8月14日 國立大選舉 應該要去駛駛駛 韓國企業評價研究所 公開了7月電視劇 演員品牌評價調查結果 池昌旭就是第一名 同劇女主角男智炫則是第八 而二三名是她們 我這裡不是最主角嗎 我們一起公開 演出三流之路的男女主角 普世俊 金智元 同樣上禮拜迎來大結局 綠聚人心的故事 過得不少好評 平均收視還比池昌旭 主演的奇怪的搭檔來得高 排名卻只有第二三名 看來即將入伍的池昌旭 根本不用擔心 人氣下滑 TVB的新聞張麗玲 指揮綜合報導 沒有音樂 看到他的右后方坐着电影《特种部队》里的西安娜米勒 左后方还坐着主演《珍爱每一天》的多姆纳尔格利森 意外和影坛巨星合影 外媒也捕捉到林俊杰看比赛时的兴奋表情 不时举起手 不时张大嘴巴 瞪大双眼 表情十分丰富 温网决赛吸引不少好莱坞巨星前去观赛 连英国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都在现场 宛如星光大道的观众席 星光闪闪 林俊杰在英国 同时还有在美国的胡歌 开心扭腰 不时翘屁股 还教搭档大跳鸡翅舞 宣告站退演艺圈赴美国进修的艺人胡歌 最近有一段杂志拍摄花絮 胡歌反勾林更新的脖子 毫不掩饰跳舞魂 就连摄影师也感染欢乐气氛 跟着扭动 虽然常常饰演深情又沉稳的角色 但从这个影片可以看出 她私底下其实就像个大男孩 果泼幽默 艺人在国外曝光率依旧没减少 透过网路方便追星组掌握动态 也拉近了偶像和粉丝间的距离 TV片新闻 蔡明薰刘雨昕综合报道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咯 我是怡静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想要你 想要你 想要你陪着我 却自我